而即便小米的新车订单看似翻车 但是还是有人问 中国电动车要改变了世界的版图吗 因为是打着低价优势 在海外刷存在感 专家也点出了 现在中国电动车 他们已经把特斯拉当作猎杀对象了 最近分析时间交给小韩 好的 不管你是因为低价被吸引到 还是环保艺区抬头 甚至你只是单纯觉得 哇 看起来真的好帅 这些种种都是电动车 能够吸引到车主的大诱因 尤其现在 其实还有各国的政策 政府在推动政策 来辅助电动车的这一块 所以品牌来讲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现在大家讲说 难道已经不是特斯拉 一致独秀的版图了吗 其实没有错 尤其跟着隔着我们一个海峡的中国 真的是似乎是把这个新能源车 当成新的护国神山在打 现在包括财经专家 和借金和他都说 现在其实特斯拉已经成为 中国新能源车厂猎杀的对象 就是要干掉他的意思 那现在他有说 如果就连马斯克都惊呼 如果你不建议贸易壁垒的话 其实有可能这个中国的 这个电动车的聚落 就会摧毁世界上 大多数的汽车公司 成为世界上 最具竞争力的汽车公司 这句话我们来用一些数据 你来比较看看 是不是你也认同这样子的说法 首先我们来看到 比亚迪跟特斯拉 我们就举中国的电动车 一哥来看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他们 是先从全球的销量跟售价 其实比亚迪跟特斯拉 都是在2003年的时候 进入到电动车市场 但是比较不一样是 特斯拉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就是挤尽全力所有的资源 在打造一个新产品 但是比较不一样是 比亚迪是这几年 受到中国政府的推动之 它才迅速的攀升 可我们现在看到 全球销量部分 比亚迪大概来到了157万 那特斯拉有180万辆 但是比较特别是价格 你看看比亚迪 这个真的很甜 如果以日元来看的话 是440万 那对比特斯拉是563万 所以大家才说真的 中国的电动车的竞价 真的是就在所谓的低价优势 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他们现在持续 在扩大海外的版图 怎么样来看呢 我们继续也可以看到 现在他们想要瞄准的 就是欧洲还有东南亚 可以看到比利时 现在有19.8万辆很多 还有就是菲律宾 是11.6万辆 这个数据电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可以看到在去年 整个汽车出口量 油车加电车 中国是以491万辆 打败了日本的442万 把这个残联7年冠军的日本 直接拉下来 变成了世界冠军 但是这个部分大家有说 当然是因为中国的政府 在后面激进的推动 让把这个电动车的产能 带起来之外 也希望能够解决 现在他们自己国内 销价竞争非常严重的状况 来解决国内的产能 但是其实这个有好有弊 等于是说它未来的隐忧 也会在于这个产能的部分 可能有专家点出 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 恐怕就会有 2000万辆的产能处于过剩 这个也有可能会成为中国 接下来未来一个问题 就是低价纪念之后呢 会产生到的 对于中国来讲 这个电动车到底会是甜头 还是又成为他们自己 国内的隐忧 也成为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 以上是这节的推播最新